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粤曲一直都是我的兴趣 因为里面包含了很多中华文化 有唱歌、舞蹈、化妝、服装等等 有很美丽的歌词 除了是一名粤曲的老师之外 我也是城市大学的一位兽衣系的学生 我很喜欢小动物 也很喜欢大动物 兽衣和粤曲粤劇 我觉得我两方面都不想放弃 因为是截然不同的环境 截然不同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罗日之民的壳梁》 《如今的壳梁》 《暦梁都老师之歌》 吹虚逢迎重北那线书生万家远 还爱获独飘雪上天 大约上去 有两个是平升 这两个是平升 第一个和第四个 简单来说是最高音的 和最低音的 是平升和其他质色 没错,音平平平 音是比较高的 我叫余仲欣 是一名乐剧演员 亦是一名乐师、演唱者 和乐曲的导师 听你 你只当是这个也可以 然后是天多远 所以他也可以这样摇摇 但我偏向倾向 你不当他出现 我直接当他完整了一句 我正式教阅乐曲 应该是由2017年回到香港开始 那时候我刚刚毕业 在演艺学院去教阅乐曲的唱科 到现在都有五六年 但我学唱阅乐曲都超过二十多年了 半句之后 他将后半句 就用二楼 就是转到另一个轨道 仍然都是上句 因为我现在要唱上句 转到二楼的时候 我就跟二楼的结出音乐 在我教乐曲的时候 我觉得有不同的学生 他有不同的需求 有些是因为演出 他们演出有一首曲想练 找我 也有些是说 我很想去学习乐曲 由基本学起的 有些年轻一点 甚至有小朋友来学 但虽然大部分都是退休的人士 小唱功和小唱功 小唱功和小唱什么 小唱功和小唱什么 小唱功和小唱功 你会看到有红 你会看到偶然有些小唱功 每个礼拜我都会亲自教乐乐曲 我都会想起我初初学乐乐曲的时候 那个样子 大概在下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 好 拜拜 Have a good day 拜拜 你试试 史老师 你好 你好 好冷啊 有白卡 有白卡 对对对对 有关转了我 那我自己下去 然后稍后 不用了 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第一次接觸粵曲或粵劇 應該是六歲左右 因為當時是我媽媽上課 帶我去聽 當時她是六歲 她可以入座 坐在大腿上 她聽得很入神 她也不想睡覺 到時會拍掌 我正式有一對一的老師 就是黃以文老師 我七歲後加入文藝軒的青年團 去正式學習唱粵曲 她在初三年說話 蚊枝這麼小聲 學校都是 嗯 嗯 很小聲說話 我說粵曲 我們還在笑她 人家有先腔 有林家聲聲腔 糟糕 她會不是蚊腔 蚊枝仔 沒有人知道她唱什麼 有一次演出前 她幫我開聲 說了一句說話 其實你唱歌 不是唱給自己聽 要唱給觀眾聽 要唱給別人聽 可能這句說話啟發了我 因為以前的想法是 我聽到自己唱 那就是別人聽到了 所以我就不去用力 或者不去發聲去唱 說完這句之後 我明白了少許這個道理 那天的演出 我突然間好像不同了 就像我一樣 … 黃韜老師 黃韜老師 是另一位非常影響我 很深的一位老師 他非常樂意去告訴我 亦是很親力親為 因為有一首曲我想學 我一去到的时候就跟老师说 师傅我想学这首曲是一首古曲 《木桂英下山》 这首古曲它没有歌词出来 但它有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是它抄过那个剧本的书 然后它说好 总恩 我就抄这个曲给你 那么你可以学 接着下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之内 它真的抄到A4纸上 然后印一份给我 就能够令到我可以由一份谱去学这一段曲 那么这个我是印象之非常之深刻 你的演唱水平呢 是一楼的 谢谢老师 所以特地吃你来唱 谢谢老师 对 这是我们第二次演出这个剧目 对 第二次 第一次是2021年 在新光大学院 对 也是我帮忙唱 也是你的唱 嗯 那么在艺术上呢 我希望你就是 你的唱是领先的 特别的 其他表演上 塑造人物上 只要努力 我会支持你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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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位 是你来说 谢谢老师 除了是一名越曲的老师之外 我也是城市大学的一位 兽医系的学生 當然,如果我們想做一個詳細的試驗, 我們必須掩蓋雙方的位置是完全正確的 對 她之前試過有一次有腎石 所以她那一晚不斷叫很不舒服 立即帶她去看急症 立即去那些24小時的醫院 當時在加拿大 去到檢查了,她知道她有尿道的問題和腎石 立即安排了去做手術 那次都很貴 所以其中一個原因我想讀獸醫 是因為我想有些專業的知識 可以照顧自己的貓貓 也可以學習其他動物的照顧 例如馬 因為我也有騎馬 所以這兩樣的原因令我 很想在那時候想想如何讀獸醫 我覺得獸醫和唱粵曲的共通點就是 學習獸醫的方法 因為很艱難 亦有很多東西要背 唱粵曲時也有很多台詞要背 我在學粵曲時已經有些方法 令我背到很多資訊 亦能夠幫我學習到我怎樣去學習 這個方式我在讀書時可以應用到教學 亦可以將粵曲一些比較艱難的道理 如何把它細分為一些容易吸收的部分 我教給學生聽 或分析時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 我这几天的行程都知道我很紧密 因为我除了读书之外 有教学 有表演 尤其是五月我考完试之后 我将很多的课堂和工作都塞在这个月份 因为下一个月份我又会离开香港 所以我要一早安排我哪些时间 大致上这一个月 例如我是考试的 我就不接演出了 或者我特意将它清空一点 连课堂都减少 我知道这个月份我应该考试完 下一个学期我又未开始 我将一些比较重要的演出塞在那里 让我有多些时间去背曲 整体来说 大的事情就是这样安排 余仲恩小姐 好了 上声请出两位为大家送上 幻觉临近天 有请两位 有请两位 我好期待我的未来 就是能够平衡到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兴趣 我的工作 都希望我的工作 亦都是我的兴趣 在这方面 我可以有一个平衡 很舒服 亦都是能够将我熱爱的东西 推广出去 我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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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期待